朱音身穿短裙现身活动,亮点太突出,网友,难怪星爷那么喜欢你。 朱音,1971年出生于香港,中国香港影视演员、歌手,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艺术系,朱音和周星驰出演的《大话犀牛之大圣曲亲》获得了无数人的追捧,朱音饰演的《紫霞仙子》让人过目望。 2009年,朱音在《月光宝盒》中饰演紫霞仙子再次成为了经典,在《萧十一郎》中与吴奇隆的合作也是天衣无缝。 近日,46岁朱音出席活动虽然没有了往日的美颜但依然非常的美丽,身材也保持得非常的好。 土尾朱音身穿白色顽礼服十分的有气质。 二人上为快把裙子撑爆。 好身材一览无余的时候网友还仅心助调侃,难怪周星驰那么喜欢你啊。 朱音于奎永长大,小学就读并毕业于石音词幼学校,中学就读全关向山村路德惠吕名才中学,即后在1992年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戏剧系,朱秋。 表演,获班演艺深造文凭。 以优异成组,荣获91分之1,990,The Artist-Dreaming Alumni Association Scholarship,奖学金。 92分之1,991品喜剧《赤脚走公园》荣获杰出演员奖。 1991年已首个《鳄鱼序》、女装、广告、开启银色绿图。 还未毕业,已被邀请参与首部电影《桃雪威龙》。 Ii担任女主角,也因此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有前途新人奖提名。 同年加入电视广播有限公司,TVB,依工独生身份任儿童节目《闪电传真机》主持人。 1992年毕业后,正式签约TVB。 首部电视剧《都是的童话是叮当》,担任女主角,以活泼跳脱邻家女孩形象,深受观众欢迎。 期间一直备受TVB重用,曾参与电视剧包括改编魏斯里名著《袁震霞》饰演护士助手云彩《金庸名著》, 射雕英雄转世黄荣、廉政行动组等剧集担任女主角,收视十分理想。 之后,更参与改编金庸名著《鹿顶记之小宝》与康熙是阿科及陈媛媛,和金庸名著《雪山飞狐》是袁紫衣, 琼瑶作品《苍天有泪》是肖宇娟,古龙作品《肖十一郎》是沈碧君等女主角。 电影方面,出刀至今,曾参演之电影超过四十部,如《大话西游上》,下级之仙吕西元是紫霞仙子,一名惊人。 1999年凭电影《生命渣》,FIT人获第36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之提名。 曾参与电影,有《风尘三侠》,《二人三族》,《六度心寒》,《性工作者十日谈》及《芳香之城》等等,多不胜数,演技备受推崇。 除电影、电视工作之外,96年签约台湾镇华唱片公司,推出二张国语个人专辑《抵震》,《踢踢踏》,一张广东个人专辑《玻璃》。 98年于锦会大专会堂举办《英爱奇分享音乐会》。 其后02年自作公司《百灵鸟》,推出三张专辑《跳起来》,《迷恋》、《attitude》,当中也参与填词、选举等工作,和推出首本个人写真集《跳起来》,远赴马尔蒂夫取景。 以甜美、清新、性感、健康形象,深受广告商欢迎。 98年被世界名牌EPSO选为在男性眼中最令人心动的女人,曾参与广告苏菲卫生护电、鳄鱼序、女装、Epson电脑印表机、Sharp手提电脑、修身堂、瑞士RADO手表、 滋生唐博美护肤品、Vita Screen护肤品牌的代言人。 绝对是个全能的女艺人。 2011年凭香港电台之单元剧《没有强的世界》之第三选择,获体名角逐国际爱美奖的最佳女演员,虽未获奖,但亦获大会颁发证书及金奖,电计受到国际认同。 2012年4月17日晚上10时17分宣布怀孕约三个月,其后与胎脱15年的黄冠中结婚。 10月23日,黄冠中在微博宣布朱音一旦下女儿叉烧包,后取名黄英。 2017年,听电影二次初恋夺得2017年中美电影节最佳女主角,首次夺得影后。